哈囉各位 歡迎回到我們頻道 眾所期待運動J計畫 PLUS全新登場 這一季我們將推出各種運動教學之外呢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 我特別找了兩位夥伴一起來參與演出 今天我們將重新啟動運動J計畫 PLUS這個計畫 那重新啟動我們這個跑步教學計畫呢 第一階段最重要的先教會大家怎麼正確的運動熱身 因為常常大家在開始出發跑步的時候 可能因為熱身不完全導致肌肉這個延展性有點受限的情況 第一個可能出發的時候會很喘 第二個可能會有運動傷害產生 所以開始跑步之前 今天先教會大家如何運動熱身 我們就從動態熱身做起 那以往我們運動教學呢 通常都只是我講給大家聽 但是沒有實際做一個前後測驗的對比 今天呢我們將祭出兩項的前測 那第一個呢就是坐肢體前彎 先在運動熱身前展示一下 目前大家的筋骨軟程度 那挑戰一下在動態熱身後 這個軟軟度有沒有有效的提升 坐肢體前彎START 二號參賽者STONE 那第二個測驗我們會做折帆跑的測試 因為在一開始啊 肌肉比較溫度低的情況下 折帆跑可能跑起來會卡卡的 我們就在動態熱身之後 來挑戰折帆跑的成績 可不可以進步嗎 準備好了嗎 出發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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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氣 衝氣 最後一個 衝氣 看完熱身前的這個折返跑狀態 纏不忍睹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動態熱身的階段 出發 還有啊 OK 那我們動態熱身呢 第一個環節從最核心的位置開始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 叫做毛毛蟲的啟動熱身 待會準備動作呢 我們呈現伏地挺身的預備姿勢 欸 可以起坐啦 伏地挺身的預備姿勢之後呢 待會上面 可以先注意一下 手掌有沒有在肩關節正下方 然後身體躯幹 側面看起來的神力直線 那我們等一下的動作呢 是腳往前揍揍揍 走到最極限的位置之後 手再慢慢的往前 記得原則上就是 腳動手就不動 手動腳就不動 所以手往前 腳就往前走 到極限 手往前 那這個動作的目的呢 第一個是啟動一些核心肌群 比較深層的一些呼吸肌群 可以透過這樣的毛毛蟲 棒式的動作 得到一個良好的熱身啟動 第二個呢是在做這個動作同時 肩關節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支撐 這樣對於待會在跑步當中的擺臂也是有幫助的喔 好我們先從平板式開始 平板式 浮緊身預備姿勢 屁股低一點 好等一下腳開始往前走 我們總共做五趟 OK出發 GO 腳走到極限 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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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手再往前延伸 好手往前延伸到浮緊身預備姿勢 對 好手往前走 哇 同學你的軟軟度非常好喔 往前走 感覺伸展的位置 大小腿的後側 還有你的核心啟動 對 最後兩次 往前 很好 好手往前 腳往前走 對 OK最後一個 不要偷懶 我剛剛都沒發現了 我可以偷懶 直接給我往前趴 往前走 我已經做完了 OK休息 下個動作 想偷懶 為什麼我這樣爬的 好第一個我們熱身完核心肌群 還有上肢的一些背部肌群之後 第二個我們要啟動的是大腿的後側 那核心還是有稍微參與 待會動作呢 我們做單腳支撐 往後延伸 手往前平舉 維持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像這樣就是失敗 維持在這個動作 然後會感覺大腿後側緊緊的之外 核心肌群也不能掉下來 把它打直 背打直 然後我們往前抬腿 所以動作會像這樣 單腳抬 往後延伸 一二三 回來 然後往前走三次換邊 抬 往後延伸 一二三 回來 OK那我們做一次往前的 抬腿 往後延伸 好維持 一二三 覺得大腿後側緊緊的 換邊 抬 往後延伸 一二三 回來 OK換你們 單腳抬 往後延伸 站穩 對 好 往前抬腿 OK往前走三次 單腳站 往後延伸 腳踝啟動 穩定 對大腿後側緊緊的 好往前抬腿 三次換邊 踩 往後延伸 腳穩定 不要故意這樣左右晃 那應該是你的肉偏右比較多 往前走三次 好站穩 往後延伸穩定 蹲一二三 好抬腿往前 好我們單腳支撐 然後抬腿往後延伸 對屁股往後蹲 很好 然後往前抬 往前走三次 換邊 站穩 屁股往後延伸 好慢一點 Hold住 一二三 好往前抬 OK再一次 單腳站 往後的時候我們會順便啟動腳踝周圍的肌群 對然後上半身盡量保持打直的狀態 下一個動作我們要做的是弓箭步的外展 啟動的位置大概是髖關節的周圍 我們先呈現像這樣弓箭步的動作姿勢 然後右腳在前左手支撐地板 做一個往外側旋 看向天空 伸展的位置會感覺到大腿髖關節的位置 後腳會有一個展開的感覺 回來之後 往前走三次 換邊 撐下去 踩住地板 往上延伸 回來 換邊 踩住地板 弓箭步 往上延伸 回來 啟動的位置 會感覺髖關節的活動度慢慢打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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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以後 對 OK 今天最後一個動作我們要啟動的位置 是給它接近跟腱小腿肌群的位置 待會我們要做坐姿滑船的動作 一隻腳往前 踩住地板之後 屁股往後延伸 滑 往上 做一個肩關節的伸展 一樣往前走一步之後換邊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延伸 前腳打直後腳彎曲 滑船 向上延伸 往前走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 滑的時候會覺得大腿後側接到小腿的位置 膝蓋後方很緊 滑往上 做一個肩關節的延伸 往前走三次換邊 屁股往後 滑 往前延伸 這個動作主要就是啟動大家的大腿後側 還有做一個上肢的肩關節延伸的動作 做完之後呢 相信大家動態熱身已經熱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準備進入待會的最終考驗 延伸的時候膝蓋都打直的 膝蓋沒有彎曲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 滑 膝蓋不要彎下來 腳尖勾向自己 剛剛第一趟呢 他的挑戰成績在這邊 我們來測試一下 動態暖身後會不會有進步吧 開始 第一次 我成績在這邊 我不知道我要衝上會 一口氣堵在這裡 動態熱身之後應該可以進步很多 來囉 有進步喔 這裡 OK 我們剛剛做完了坐姿體前彎的測驗 接下來最後一個也就是動態性的遮翻跑 剛剛第一趟的成績呢 是17秒04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他們動態熱身後會不會進步吧 準備 3 2 1 Go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想交給各位的就是跑步前最重要的先學會動態熱身 因為有良好的這些肌肉啟動啊 對於你待會兒在實際跑步當中 是比較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肌肉延展性之外 也可以杜絕運動傷害的發生喔 兩位 今天這樣測試完應該覺得進步很多吧 OK 那我們就下一集帶給大家更多關於跑步相關的跑步知識教學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我是你叫梁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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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支影片見 拜拜 好 下支影片見 拜拜 出發 出發 1 1 2 2 1 2 2 1 2 3 3 3 0 你有1 1 2 3 thr coher Henry 就是勝 karma 被嘇吓 AfD 是最好